字打比較慢的同學 或者你怕打錯,沒關係,你可以先複製貼上 先可以亂亂看 然後貼上去之後可以的話,你再把它delete掉 重新打,沒關係 先知道該怎麼做 如果你自己打,發現錯誤怎麼辦 沒關係,你把對的貼到下面 一筆就知道哪裡錯了 因為程式這樣喔 一個字都不能錯 一個字都不能錯 所以 雖然程式不多 但是 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喔 程式每個字你都要知道 到底是在做什麼 OK,不然的話呢 你有時候就差那個地方你就有bug了 OK,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現在解釋一下如果撰寫 我們要的這個程式喔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待會的話呢 如果撰寫 那當然我們回 我這個先把它刪掉了 我待會重新再來過 這個假設啦 我們這沒有 請你把 上個禮拜的這個東西 複製一個 假設上個禮拜 你有的話你就複製 如果沒有,沒關係 你也再複製一個 綜合練習的部分 拖拉加Ctrl鍵 放開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成叫 VBA 好,這個是VBA 好,這個我們就自己寫VBA Enter 前面這樣刮我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開始撰寫 這個對應的程式 這個按鈕也許先留下來 待會可以拿來用 這個把它清掉 然後首先的話呢 我們 先產生一個工作表 叫VBA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切到VBA 所以你要開關的語音要打開 然後VBA 接下來的話 撰寫這些程式 那不過你會想說 那我要撰寫在哪裡啊 特別注意 我們上個禮拜如果你的檔案有存下來的話 理論上這邊應該會有個Module 1 是你錄製的東西 字如果太小的話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9號字改成12吧 至少12看起來比較剛剛好 有沒有這個 這一段 如果假設你上禮拜沒存到檔的話 沒關係這一段程式 其實你也可以從雲端白板貼過來也可以 我是好像是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這邊應該有吧 我記得好像我們這邊有錄製聚集 我好像有把那個程式 在這裡貼到 然後這邊第12頁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沒關係 你就是這樣子 這兩個假設我就把它移除掉 假設這兩個都沒有 假設你們 理論上如果什麼都沒有 那你第一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就多一個模組 也就是說以後VBA程式 記得 請你都寫在模組 OK所以以後第一步 你要寫VBA 就是先 新增一個模組 就對了 比如說第一個我們 上個禮拜如果你沒有錄到 那沒關係你可以什麼 新增一個模組 把這一段 第12頁這一段 貼到這裡來 那你就產生 再增加兩個按鈕 串接跟清除 就OK了 今天的話我們 要寫 第二個就是我們自己寫VBA 那當然你可以寫在哪裡 其實你寫在這個下面 也可以 但是 如果你不想要把它 混在一起 那沒關係你可以再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模組 可以啦 兩個方法都可以 放在一起 OK 分開也OK 把它分開好了 這邊就Module 2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 寫 第一步 首先第一個 先插入模組 然後 第二步的話 我們就來想說 我要寫的 按鈕名稱叫什麼 也許我那個名稱叫做 叫什麼 門號底線公式 可是呢 如果說我要寫 第一個一定是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將來呢 如果要把那個名稱 放在按鈕上面的話 請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請你 在那個名稱的前面 加一個SUB SUB的話 其實在這邊意思說 有點像是 副程式的意思 也就是這個模組 相對這個模組裡面的 副程式 或者你稱它叫 紫程式也可以啦 反正它這邊有很多 可以寫很多的紫程式 叫SUB OK 那名稱叫什麼 門號底線公式 假設我剛剛那個按鈕叫門號 OK你就給它一個門號 底線 然後公式 好 改一下 公式 好 那 輸入完了記得喔 SUB 控一格 然後名稱 再來的話 請你直接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己加啦 小瓜糊 Enter sub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還蠻快的 反正以後呢 你的那個 按鈕名稱 就放這邊就對了 打SUB 控一格名稱 好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如果它在寫個什麼 寫個清除的話 你就是 直接在下面寫個SUB 控一格然後 清除 Enter 這樣就有清除 OK 其實你說清除 清除比較好寫 清除怎麼寫 我先用清除來 假設啦 這裡面有東西好了 那如果我要清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的話 你就按一個TAB鍵 打一個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怎麼去敘述它 特別是喔 接下來 你可能要學會一個 物件名稱 叫做Sales 這個Sales的話 其實指的是儲存格 那加S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全部的儲存格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你刮戶之後的話 Sales刮戶 它會問你 Row Index 什麼意思 Row Row是列的意思 意思說 你告訴我它在哪一列 第幾列 比如我要清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第幾列 第二列嘛 豆點 有沒有 下面會跳出題是叫什麼 Column Column是籃 請你給我第二個訊息 哪一籃啊 哪一籃 兩個方法 你可以輸入多少 5 可是5的話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我們習慣都是用1籃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另外第二個方法 我比較習慣這個第二個方法 但是第二個方法 跟第一個方法 請特別注意 這個前後一定要加 雙尼號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OK 5的話不用 但是1要 意思說 1、2裡面 如果我要把它清空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後面放個什麼 剛剛講的 就是空字串 這個叫空字串 意思是說 幫我清除的意思 那意思 這個的敘述 特別是意思說 這個等於 請你不要 把它跟以前那個數學等於 畫上等號 它這個等於是 把後面的這個東西 把它 放到 前面的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應該可以 叫做 賦予吧 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去 或甚至叫複製也可以 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到前面去 OK 這個理解跟以前 大家學數學的不一樣 請你把以前的觀念 delete掉 更新一下 OK 那如果 那再來怎麼執行 很簡單 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的話 記得 游標放在這個sub裡面 那上面會有一個執行 就是一個 好像play的按鍵 那你把它按下去之後的話 有沒有發現 這邊就空掉了 如果你要先下一個怎麼辦 你想說 是我知道 就是再怎麼樣 把這個複製一個 Ctrl C,Ctrl V 這邊再加一個 3 第1,3有沒有清除 清掉了 那第4個呢 再複製嗎 那底下的話 Ctrl向下 我看一下 101 那你不是 如果要一直寫的話 不就要從 234567 101 這樣不合理嘛 所以跟各位講 第二個呢 我們要學習什麼 回圈 那什麼叫回圈呢 就是如果你 基本上呢 這個動作是重複的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 哪一列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列 當成是一個變數 那變數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取 我一般習慣用 i 所以你可以 再加上一個 回圈敘述 回圈敘述一般習慣用for for for 空一格i for i 是一個變數 那跟他講說 範圍等於 第2列 第2這個數字 到 空一格101 意思是說 你幫我 在那個2到101 之間變化 然後Enter兩下 記得要打一個next 這個next什麼意思呢 就是下一個吧 下一個意思說 當我先 i他會先產生2 放到i裡面 執行完之後next 跳回來 i就變成3了 next i就變成4 意思類推 一直到101 假設都 沒有了 他就離開了 OK 所以喔 我們如果要清楚的話 假設配合一個 for回圈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可以只要一行 然後把剛剛這一行 記得一定要放在fornext裡面 一般習慣是會按一個TAB鍵 為什麼因為 這樣看會比較有階層 但你如果 不按一個TAB 城市一樣可以照跑 只是將來要看城市會比較累啦 因為一般習慣還是階層 這樣喔 然後呢 我們只要再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什麼呢 把什麼 把2 改成什麼 改成 I 這樣喔 跟各位講喔 這樣就達到 重複做的 這個目的了 他就可以幫我們 把 第2列到101列裡面的 依然的 儲存格資料喔 通通都清掉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會不會結果沒OK 紫星 看一下 Ctrl向下 全部沒有了 Ctrl向上 清楚了 所以喔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開啟你的那個 程式 我不確認你們上以外有沒有存檔 如果你沒有存檔 沒關係啦 你就是 直接先 插入 那個模組 就可以開始練習了 記得寫在模組裡面 然後呢 我們總共 剛剛寫了兩個啦 一個是門號底線公式 一個是清除 因為清除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先從清除開始 請各位試試看 記得喔這個字不多喔 一個字都不能打錯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的話 可能要慢慢熟悉一下 因為以後呢 只要寫VBA 的第1步 都是 先從按右鍵 插入模組開始 OK 那以後的話你的VBA 請你就寫在模組裡面 那如果你要產生 你的按鈕名稱的話 開頭都是SUB SUB空一格 什麼按鈕名稱 SUB空一格 什麼按鈕名稱 然後打完按Enter 他就自動幫我產生 小瓜糊 跟EndSUB啦 反正啦 以後你怎麼寫 開頭都一樣 記得喔這個很重要喔 以後的話就開頭就這樣寫 OK試試看 所以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一個按鈕 就清除 清除其實非常好寫 好 好 或者是 所以我們按鈕 我可以護到